察觉到她的语气 桑岩凑过来了些 伸手捏住她的下巴 往上抬 她的眸色4.7 看着似乎是还没懂她的话 什么时候 高考录取结果出来 温亦凡与她的眉眼对上 声音轻而慢 你来北渔找我那天 也许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答案 桑岩的神色稍钝 表情看不出情绪 过了几秒 她轻扯唇角 懒洋洋道 那天下雨了 温亦凡没出声 只是点了点头 淋就淋了 道什么歉 桑岩的手上挪 用力掐了下她的脸 像是没把那事情当回事 她没捎轻挑 我一大老爷们儿淋个鱼怎么了 哪那么娇弱 温亦凡喉尖发色 安静地看着她 桑岩雨掉闲散 怎么成天把你对象 当成朵娇花 走吧 桑岩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打开伞 顺带问道 吃晚饭了没 温亦凡跟在她旁边 吃了飞机餐 那能饱 桑岩说 晚点再吃点 好 这两天 两人都没怎么联系 仅有的对话 都是通过微信文字沟通 再加上 他们最后的谈话 并不算愉快 这会儿的气氛 还有些小不自在 温亦凡忍不住 偷看她 我们现在 去市一大那边吗 桑岩恩了声 算上大学和工作 温亦凡在这个城市 待了六年 尽管已经离开了两年 但她对这座城市 依然是熟悉的 那边可以坐机场搭巴 有直达的车 不过我们两个人 直接坐出租车 到一大的价格也 还没说完 温亦凡才注意到 此时基本是桑岩在带路 她的声音掐住 乐乐道 哦 你刚从那边过来 应该认得路 桑岩 嗯 拦个车吧 温亦凡 好 两人上了辆 停在机场边上的出租车 温亦凡先上了车 坐在靠里的位置 跟司机报了个颐和大学 下一刻 桑岩也上车了 瞥了她一眼后 又习惯性地凑过来 替她系安全带 之后便坐了回去 温亦凡往她的方向 看了两眼 也许是 察觉到她的目光 很快 桑岩扯过安全带 也给自己系上 见状 温亦凡想起了她喝醉那天 两人在车上的对话 她舔了下唇 主动出声跟她聊天 直指在颐和怎么样 这话像是让桑岩想到了什么 声线凉凉 挺好 温亦凡关切道 那你跟她和好了吗 先前温亦凡偶然间听到 桑岩跟桑智打电话 谈话的内容大概内容是 桑智在颐和找了个研究生男朋友 暑假还为此留校不回家 两人也因此争吵了一番 之后还持续了一段漫长的冷战 他那个男朋友怎么样 温亦凡有点好奇 又问 你见过了吗 过了好半天 桑岩才冒出了剧 见到了 温亦凡啊了声 人怎么样 桑岩 你见过照片 车内光线暗 温亦凡看不清桑岩的神色 他就没见过 桑岩主动给她看过 哪个男人的照片 有点猛 什么时候 这回桑岩直接把人名说了出来 断家许 反映了好半赏 温亦凡才似是而非的明白过来 而后得出个结论 吱吱的对象是你大学社友吗 就你那个绯闻对象 桑岩随意地恩了声 温亦凡又问 所以你社友现在是在 颐和大学读研究生吗 桑岩冷笑 我记得 温亦凡想起她之前在家里 还跟段家许打过几次电话 你之前不是还拜托她 帮你招募妹妹吗 这像是源源不断地 朝桑岩胸口补刀 她没说话 再度朝她的方向看来 温亦凡不太明白 茫然地回视着她 没多久 她就渐渐从其中 琢磨出了一个情况 难道他俩都没告诉你吗 你过来才发现的 桑岩仍然看着她 温亦凡又想到她来 颐和前 两人吵架的原因 也是因为什么不跟她说 把她瞒在鼓里 结果她飞了几小时 飞机过来颐和 在社友和妹妹这边 又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她立刻进了声 车内再度陷入了沉默 过了会儿 桑岩主动提 挑酒店 温亦凡抬眼 桑岩 之前不是帮我挑了几家吗 这是温亦凡当时在车上 跟桑岩说的话 她还以为她压根没听进去 她连忙点头 从口袋里翻出手机 那你看看喜欢哪家 桑岩翻了翻收藏家 从里头随意挑了一家 又把手机还给她 温亦凡 这家吗 桑岩 嗯 在房间类型上 温亦凡犹豫了半赏 才选了个双床标间 那我定一间了 桑岩立刻看她 怕她不乐意 温亦凡又补充 两个床的 桑岩的眼神意味深长 过了会儿才印到 行 定好酒店后 温亦凡又跟司机 报了酒店名字 让她直接把车子 开到酒店楼下 桑岩侧头 目光下滑 停在她被长裤掩盖着的 大腿上 带药了 温亦凡没反应过来 什么药 腿伤 温亦凡呢呢道 我忘了 桑岩点头 没再说话 临近目的地时 桑岩往窗外看着 忽然让司机停车 随后 两人直接在这块下了车 温亦凡有些茫然 怎么在这下 桑岩打开伞 用眼神示意了下 去买药 顺着她的目光 温亦凡抬眼 才注意到旁边就是家药店 出了药店 两人并肩 往酒店的方向走 温亦凡垂头 盯着自己空荡荡的手 她有些不习惯这样的状态 掌心稍稍收拢了些 又张开 桑岩 桑岩看着前方 嗯 温亦凡小声道 你怎么不牵我 桑岩的脚步停了下 偏头瞧她 我这不是要拿行李和伞 没手了 那我来拿行李 行吗 温亦凡认真道 我想让你牵着我 桑岩直勾勾地盯着她 沉默三秒后 呼得低头笑了起来 她的眉眼书展开 唇边的梨窝也若隐若现 温霜降 你撒什么焦 那点僵硬的气氛 似乎都随着她的话消失殆尽 变回以往的模样 温亦凡愣了下 她才意识到 自己这行为是在撒娇 有点脸热和紧张 她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模样 强装自己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哦 桑岩挑眉 拖着腔调 语气有些欠 所以你来一和 就是想过来跟我牵个手 说着 桑岩把伞递给她 拿着 温亦凡下意识接过 桑岩提醒 用那只手拿 不然我怎么牵 温亦凡顺从地换了只手 下一刻 桑岩就握住了她的手 捏在手心里 她的手掌宽厚温热 牵人的力道重 却不会让她觉得疼 只觉得安全感十足 温亦凡比她矮一个头 这个姿势拿伞有点费劲 她注意着桑岩的神情 暗暗想着 她看着 好像还挺喜欢自己撒娇 所幸 是这要店离两人订的酒店并不远 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两人进了九点大门 拿出身份证 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在此空隙 桑岩呼地问 怎么过来前不跟我说一声 温亦凡诚实答 我怕你不让我过来 桑岩看她 怕你现在还不是很想看到我 桑岩用力捏了下她的手 说点人能听的 想了想 温亦凡又礼尚往来地问 那你怎么突然要回去了 桑岩看你不回消息 温亦凡稍愣 因为我在飞机上 我知道 下回记得跟我说一声 桑岩用力揉了揉她的脑袋 慢悠悠地说 不然你在晚点给我打电话 我就上回南五的飞机了 两人拿到房卡后 便坐电梯回了房间 桑岩放下行李 扫了眼万表上的时间 想出去外面吃 还是叫外卖 一进房间 温亦凡就不想动了 叫外卖吧 行 桑岩把手机递给她 把空调打开 点完就去洗澡 该上药了 温亦凡听着桑岩的意见 点了两份饭 随后便打开行李袋 从里头拿出自己的换洗衣物 她走进了厕所里 渐渐开始神游 想起了自己这回过来的目的 拖了一路 到现在也还没提 刚开始提了一下 最后还被她把话题扯开了 从昨晚到现在 温亦凡就一直在思考 要怎么跟她说 话题过了之后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再提起 只觉得 这不是会让人觉得愉快的事情 怎么说都会导致气氛沉重 她叹了口气 心情越发越紧张和忐忑 温亦凡不知道桑岩知道之后 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 但她知道 桑岩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她一定是不一样的 等温亦凡从浴室出来时 外卖也已经送到了 此时桑岩正坐在其中一张床上 手里拿着药袋 过来 涂了药再吃 温亦凡走过去 坐在她旁边 看着她从药袋里 拿出药瓶和棉签 她垂下眼 盯着她右手手腕上的红绳 以及上边的雪花小吊坠 她有些失神 又回想起了桑岩的话 温亦凡 你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你觉得我信不过是吗 想到桑岩最后沉默着 把她的裤腿整理好的模样 她低着头 背脊微弯 面上的情绪平淡至极 却又让人感受到了 她深藏着的无力感 跟她平时不可一世的模样 完全不同 桑岩握住她的小腿 盯着她腿上的伤 皱眉 又碰水了 温亦凡回过神 啊 刚刚不小心弄到的 桑岩的语气不太好 明天别洗了 随后 桑岩拿起棉签 一下又一下地 把她伤口上的水擦掉 她的唇线拉直 看着心情明显不佳 但举止却轻到了极致 像是怕再重一点 就会把她弄疼 温亦凡盯着她 微低着的头 掌心渐渐收紧 鼓起勇气开口 桑岩 这伤口是前几天弄的 我那天在单位停车场 遇到车星德了 就是那个说是我舅舅的人 文言 桑岩抬眼 嗯 再难无 我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年前 我有一次半夜加班 温亦凡说 她是当事人 酒驾撞车了 但当时没出神妖室 后来就是跟你一起 在加班见到她 然后她可能是知道 我在南无广电上班 就开始一直来 我单位楼下等我 但我也没碰到她几次 那天她想让我 给她一万块钱 我没理她 她就抢了我的包 然后推了我一下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温亦凡的语气很平静 之后我就报警了 没出什么大事情 桑岩安静听着 手上的动作也未停 轻轻地帮她上着药 过了好一会儿 我之前也没实话跟你说 温亦凡很少跟人倾诉 说话的语速缓慢至极 我爸爸去世之后 我姬妹不是很喜欢我 然后我妈就把我送到 我奶奶那样了 但后来我奶奶身体不好 我就被送到我大伯那 温亦凡低声说 我大伯一家 也不是很喜欢我 高中的时候 咱俩第二次因为早恋 被叫家长 是我大伯过去的 我那天回家之后 情绪不太好 所以在电话里 跟你发脾气了 温亦凡用力抿了下唇 不敢看她 对不起 但我那说的不是真心话 我没觉得你烦 桑岩的动作停住 我搬到北域之后 车星德是在我高三的时候 搬进来住的 提到这里 温亦凡的语气变得有些艰难 就是他一直骚扰我 听到这话 桑岩把手里的棉签放下 他的喉结清滚 声音也显得哑 温霜降 不想说 咱就不说了 没有不想说 温亦凡摇头 继续说完 填报志愿的那一周 他有一晚进我房间了 温亦凡低头 眼神有点空 把这段掠过 但没出什么大事情 因为我大伯他们 每晚都是凌晨三点回来 那天也准点回来了 桑岩闭了闭眼 把他抱到怀里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一点都不敢想 完全不敢去想 那段时间 他是怎么过来的 那个没任何脾气 性格软 对待任何人 都温和至极的姑娘 在遇到这种事情之后 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一开始 是真的抱了难大的 我想跟你上一个大学 我没有骗你 温亦凡的眼眶见红 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了 但是就是 出了不好的事情 我就是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人帮我 温亦凡忍着眼泪 桑岩 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 他一点都不想哭 只觉得他是不应该哭的 因为就算他受到了不好的对待 也不是他用来伤害桑岩的理由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就是不想在北域和南无再待着了 我就想去个远一点的地方 温亦凡说 对不起 我忘记跟你说了 对不起 我跟你说了那么不好听的话 那么多年 他再没去回想过 那个时候的事情 只记得 他当时语气很重 跟桑岩说了很不好的话 却也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地淡忘了 今天再深想起来 他才记起来 他原来说过这种话 他原来说过这么不好的话 桑岩加重力道 把他抱到腿上 他的嗓音发哑 轻抚着他发红的眼角 语气似认真 又似漫不经心 记得我当时跟你说的话吗 温亦凡抬头 什么 在这一刻 像是回到了那条暗沉的巷子里 两人站在漆黑的雨幕之下 被一把小伞覆盖 距离拉得很近 周围的一切都在拉远 雨声速速 那些黑暗也都在消失不见 眼前少年的面容展开 五官比当初硬朗成熟 低声重复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那一年 那个将自己封闭起来 沉默着没给出任何答复的少女 在个时候 也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有的 桑岩扯起唇角 那现在说 温亦凡吸了下鼻子 我很喜欢你过来北域找我 我没觉得出来见你很烦 桑岩 嗯 还有吗 我只是觉得我改志愿了 是我没做好 是我忘了跟你说 温亦凡说 而且一和离南无好远 我不想你还要像高中的时候 一直过来找我 还有呢 我没有跟别人约定过 我只跟你约好了 嗯 我觉得温亦凡看着他的眉眼 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 我配不上你 桑岩把他的眼泪擦掉 这句说回去 温双将 你觉得我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找对象 桑岩盯着他的模样 语气傲慢 右眼高于顶 我只看得上最好的 懂吗 温亦凡正正地看着他 脑子里被他所说的 最好的三个字占据 他继续把想说的话 全部都说完 我没把你当备胎 嗯 这么多年 除了你之外 我没喜欢过别人 嗯 对不起 桑岩 像是把胸口处 积压多年的石子一开 温亦凡慢慢地 忍着哽咽 把最后一句话说完 是我失约了 桑岩低头看他 嗯 安静至极的房间里 灯光大亮 窗外的雨点见大 却也无法影响到他们半分 那个刺骨的雨液 被泥泞和深不见底的 暗黑覆盖的时光 那段两个都不愿再提起的过去 在此刻也终究成为了过去 半晌后 温亦凡感觉到 有什么温热的东西落到自己额头的位置 伴随着 桑岩郑重而又清晰的一句话 我原谅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原谅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